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树久闻刘备之名于是主动前往投校被刘备败为军师并施济大破曹军 许树足之多谋成为刘备智囊后帮助实力弱小的刘备整齿军武 并在心眼用计挫败汹汹来犯的曹军 许树军事能力很强不仅刘备对他的才智很是叹夫 就连心高气傲的关羽 骁勇山战的张飞都对他敬佩有加 走马见诸葛 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 徐树走马见诸葛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话说 徐树帮助刘备在心夜打败曹军后 曹操得知徐树是帮助刘备取胜的关键人物 为了击败刘备 曹操用计把徐树让母匡骗到许都 并冒用许母的名义给徐树去信 要其赶赴许都相见 徐树是个大孝子 接近得知母亲患病 且被曹操绑票尽信以为真 他心惧入焚 决定立刻动身前往许都 刘备虽不忍徐树离去 但也不好阻止人家尽孝啊 更不忍曹操以此要挟徐树 因此勉强同意徐树去许都 在送行路上 刘备万般不舍 闻一远去的徐树又折返回来 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徐树告诉刘备 诸葛亮乃人中龙奉天纵一才 并能帮助刘备建立王霸之夜 这是刘备第一次听到诸葛亮大明 如此才有后来三顾茅庐的经典故事 徐树对刘备分析道 鉴于您和曹操是同水火的敌对关系 我虽负曹颖 但终身不会替曹操出谋划策 哪怕一条有价值的计策 也绝不会提供 由此衍生出一句著名些后语 徐树进曹颖一言不发 徐树被骗到许都 老母却依然自尽 他果然终身不为曹操献一计 徐树火急火燎地赶到许都 却发现老母亲好好的 无灾无病 顿时明白这一切都是曹操的鬼谋 徐母是个生命大义之人 跟徐树风尘仆仆来到许都 知道是曹操用计把儿子骗来 为了让徐树和曹操彻底决裂 他依然自杀身亡 当然 这只是小说故事 由此可以看出 徐树极善用兵且深蒙远虑 因此引发曹操忌惮 并不惜用绑架其老母的 卑劣手段进行要挟 以拆散刘许搭档 可见他绝非等闲之辈 同时 徐树拾母之孝 为了老母的安危 不惜抛却自己的事业与理想 身上闪耀着人心的光辉 徐树虽然逼不得已去许都 但恪守道德底线 坚决不做损害自己救主的事 还举荐诸葛亮代替自己 其所作所为 以堪称人之意尽了 刘备虽然求贤若渴 以匡扶汉氏为己任 但却在徐树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时 充分尊重其个人意愿 灯的是以人为本 不强人所难 徐母虽是一老太太 但也心怀汉氏 为了不拖累儿子徐树 同时督促他重归留被阵营 辅佐其完成正义事业 不惜舍身取义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劳母已死 没了牵挂的徐树 为何不重归留被挥下呢 徐树因何不愿归留 三国志的记载 盈盈给了答案 三国志属书诸葛亮钻 记载了徐树投奔曹赢的详细过程 曹操率军在长板击溃刘备时 在乱军中意外掳获了徐树的老母亲 请注意 是意外抓获 而不是设计绑票 徐树得知老母身陷敌营 方寸大乱 以手指心对刘备说 我本想辅佐您成就王八之业 但现在与母亲失散心神不宁 已经没心思干事了 请容我向您告辞 话必 徐树就去见曹操了 按三国志所在 徐树入曹营后 竟没有消极代工 虽未替曹操出谋划策 或因曹操谋视众多轮不到他 但也做了许多其分内应该做的工作 最终被曹操晋升为于史中成 在此期间 徐树似乎从未动过 重返刘备阵营的念头 而史料也没有记载 徐树老母悬梁自尽的直言片语 可见是小说家杜传之事 那么 在真实的历史中 只是因为老母亲被曹操抓获 徐树就改换门庭 彻底放弃自己的人生 理想而去辅佐曾经的敌人了吗 很显然不是 首先 雄才大略气度挥阔的曹操 不像演艺小说里说的那样 使出龌龊小人手段绑架 徐母已要挟徐树 在三国志中 曹操得到徐母 完全是一起意外事件 乱军中的一次偶然而已 心也在荆州以北 但玩之地且无先可守 曹操姬刘备遂遇小错 但发起反击后一举消灭 刘备绝非难事 根本没必要抓捕徐母狂骗徐树 用通过摧毁刘备智囊的办法来击垮刘备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伎俩都全无用处 都是躺避党局 毕是汉是衰微 群雄争霸 为了争夺天下 大家都在不遗余力的网络人才 登高望远胸怀大志的曹操 决不会去干乱杀竞争对手 由被挥下一名谋士的母亲而遭天下人唾骂 失去人心的蠢事 相反他会后代许母以获取求贤爱才的好名声 比如他当年杀掉反复无常的吕布 或有忍痛将不愿投降的陈公处死 却将陈公的老母接到许昌凤养 给他养老送终 后来还替陈公的女儿找了个好人家 将他风风光光地嫁了去 因此可以断言徐树之母被曹军所获 并不是徐树弃流投槽的真实原因 如果真是被妖邪而投槽 他就会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 一言不发了 既然他因内心抵触 调动不了工作积极性而消极代工的话 又怎会观置于始终成呢 徐树投槽虽有母亲被抓的因素 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主动弃流归槽 三国志记载时 是先主屯心也 徐树见先主 先主弃之 为先主曰诸葛孔明者 乌龙也 将军院见之乎 由此可见 徐树一开始就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而不是准备去许昌识才走马见诸葛的 由此可以断定徐树和诸葛亮 曾经在刘备麾下 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 刘备是个枭雄 颇有权谋 他一向喜欢在自己的幕府中设两位军师 目的或许是相互制衡 比如早期的徐树诸葛亮 后来的诸葛亮 庞统取一周后的法证诸葛亮 刘备用双军势制 可以牢牢地控制住经理人团队 相互撤走 并免一人独大 继而威胁到自己 诸葛亮深谋远虑 行政才能卓著 权力欲望颇强 他似乎不甘心有人与其并驾齐驱 他的理想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后来制属时 他曾经怂恿刘备诸杀刘峰 后又害死朋友 逼反了孟达 刘放了料理 罢出了李妍 边缘化了魏妍 刘备时期培养的有能力的人才 基本被他清洗殆尽 朱德元帅喜看三国演义 他也曾评价诸葛亮不能容忍 徐树很有军事才干 投到刘备集团后 小石牛刀立即显出奇效 诸葛亮经他举荐 后来居上 两人平起平坐 让徐树如梗在后 从诸葛亮一贯为人形式可以看出 他不喜欢双军失智 而是想独揽幕府 或许免不了在刘备面前抬高自己 脸低徐树 因而让徐树心晦意冷 萌生去矣 刚好 他母亲为曹军俘获 于是他借机辞刘备上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投奔曹操 徐树为人厚道 所以汉静春秋记载 他和诸葛亮关系一向友善 三国制蜀书诸葛亮钻却记载了 徐树归曹后发生的一件事 显示诸葛亮并没有徐树那般人厚 实在 诸葛亮第一次率大军出汉中功法拢幼时 听说徐树和石广元在曹魏的官职后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为树多事业和比二人不见用乎 意思是为国的人才很多 因此徐树石广元得不到重用 这句话表面看似乎没问题 其实细究起来有幸灾乐祸的意味 假如诸葛亮真的与徐树关系亲密 一定会这样说 徐树石广元都是能人之所以不被重用 是他们的领导眼下啊 文艺小说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事实上 真实的徐树和诸葛亮 于演绎中的光辉形象有较大出入 如此就不难解释徐树投槽后 为何再也不愿重返刘备阵营了 看看网友怎么说 一 实际上 诸葛亮是给刘备管粮草的 刘备死后才让诸葛亮主持国事的 刘备的天下是他自己打下的 诸葛亮接管国家后 除了消耗了国力人力别一无所获 二 是已过千年 真假谁人知 三国制三国演义 如是文人家把戏和必较真 三个人认为徐树是智者 也具有才干并知进退 世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神化了诸葛 无声赞此文 蜀国后期明显人才缺乏 刘备死了 诸葛主镇后 能刚刚的将帅才更适了 这跟诸葛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 诸葛亮的确有这样的毛病 宁愿自己累死 也怕别人分担